上期说到阿叶首次击败道连 她的未婚妻孔山安娜也来东京 大家好我是全书 万泰和阿弥陀安知道阿叶有未婚妻 都表示十分的震惊 安娜还十万万泰去买果汁 结果阿叶也跟了过去 看得出阿叶有点害怕安娜 通灵人之间结婚是正常的事情 安娜是世子也就是召唤者 这个跟巫女的性质不大一样 阿叶说自己的记忆中 从小到大遇到安娜只有哭的份 这次阿叶本想的偷偷溜掉 不过阿弥陀安早就被安娜给绑住了 阿叶的小心思被看得一清二楚 安娜来这里主要是为了锻炼阿叶 因为阿叶之前说过想当通灵王 而以阿叶现在的实力就是痴人说梦 安娜解释到现在的人们已经忘记 伟大神灵的存在 只是依照自私的欲望前进 世界早已失去了该有的秩序 而为了得到精灵王的认可 世界各地的通灵者都为齐聚一堂 争者成为通灵王做救世主 东京通灵人大战也即将开始 已经有不少通灵者来到这里 通灵王的选拔将以战斗的方式进行 安娜要阿叶无论如何都要当通灵王 因为她的目标是做通灵王的夫人 然后过上最舒服的日子 这一点她和阿叶倒是很像 一个礼拜过后万泰来到阿叶家 此时的阿叶已经累到不行 不过万泰还是很理解 毕竟要发挥持有灵的实力 还是需要通灵者自身足够的强大 阿叶也是清楚这点才应称到现在 加上从小到大对安娜的恐惧 以及头暗就会被房子里的幽灵告密 阿叶想划水都非常的难 突然安娜就出现在身后 房子里的幽灵告密说 阿叶今天的训练还没有做完 于是阿叶就赶紧继续修炼 而万泰则被安娜叫去做家务 之后的几天大概就是阿叶努力锻炼 万泰努力做家务这个样子 其实安娜还是很关心阿叶的 她还会给累倒在门口的阿叶盖毯子 另一边道连的姐姐道润来找道连 同时她还带了几具僵尸 道润也是一个通灵人 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帮助道连处理阿叶 之后的一天安娜准备出门 她还提醒阿叶要小心道连来找麻烦 然后他们就各自去忙了 安娜在家门口发现一辆黑色的车 那车朝着阿叶锻炼的方向去了 接着万泰骑车陪阿叶锻炼 中途发现家里的幽灵指引新的路线 于是阿叶和万泰跑到了河边 这时那辆黑色的车又出现了 三具僵尸直接打飞马苍叶 然而阿叶并不慌张 她也不想跑了 阿弥陀安此时出现在她身后 安娜也来到旁边观战 复身合体后的阿叶躲过攻击 并很随手的捡起一根管子 训练的成果已经出来了 阿叶最终打败了三具僵尸 道连也知道了阿叶的水平 事后阿弥陀安说刚复身的感觉很好 结果晚上回去的时候 安娜继续给阿叶增加负重量 而道连这边则胸有成竹能打败阿叶 之后阿叶的训练继续 虽然是很累不过饭量也变好了 所以只要当作是为了多吃饭才运动 心情就会变好一些 阿叶其实很乐观 再加上锻炼后可以提升附身的实力 阿叶这下也觉得没有那么累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万泰发现了一张电影海报 巨星李白龙电影《愤怒一击》再次上映 阿叶不大清楚谁是李白龙 于是万泰这个粉丝开始推广偶像 李白龙是个非常厉害的功夫巨星 也是伸张正义像邪恶挑战的英雄 万泰疯狂的说着李白龙的事迹 阿叶问他为何想要自己去看电影 万泰其实是想让阿叶了解 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作为朋友来说这种想法很正常 于是阿叶继续听万泰开心的叙述着 李白龙自创的独门绝技捣蛋到 不过安娜说不会出钱给他们看电影 还吐槽万泰之所以会崇拜李白龙 是典型的落者喜欢依赖强者的表现 不过在听到万泰说李白龙在17年前 挂掉并且实体消失后 安娜决定带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那电影确实还是不错的 看完之后阿叶也觉得李白龙好强 不过他们出来之后马上遇到僵尸 但这些小角色早已不是阿叶的对手 这时道润终于现身并自我介绍 他是来帮道连讨要阿弥陀安的 被阿叶拒绝后道润竟然叫出李白龙 他给白龙替换了战斗符咒 双方交手的一瞬间 阿叶就被李白龙的双结棍击退 由于这是李白龙的身体加上灵魂 所以永远都是附身百分百状态 几个回合下来之后 阿叶很快就不行了 万泰十分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崇拜的英雄变成坏蛋 安娜解释道是因为被控制才这样 道润也只是把李白龙当作工具 他说出了一个秘密 李白龙十七年前是被他们家干掉的 然后就作为道润的持有灵到现在 万泰听完之后十分的伤心 道润嘲笑万泰说 现在的白龙根本感受不到他的伤心 阿叶这时也清醒过来说才不是这样 他说李白龙的攻击很迷茫 道润就算控制了身体也控制不了心 这时李白龙竟然流泪了 十七年来他第一次迟疑了道润的命令 不过李白龙还是攻向阿叶 安娜拒绝万泰的提议去帮忙 要是连眼前的敌人都打不过 那就不要说什么成为通灵王了 之后阿叶败下阵来 阿弥陀安说要是有把像样的刀就好了 接着面对道润的恐吓万泰竟然跑了 但他其实是去找把像样的刀 在此期间阿叶勉强支撑着 万泰找了两个地方都没有 最后他竟然挡在一群混混面前 并勇敢的说出想要借木刀 任凭怎么挨揍万泰就是不放手 关键时刻多亏阿龙出现就吓万泰 而阿叶这边貌似已经被揍到不行了 安娜虽然还在看但其实有点忍不住 好在这时阿龙带着万泰赶过来 万泰将木刀交给阿叶 阿弥陀安也感受到这份心意 他们挡下了李白龙的攻击 接着使出阿弥陀流真空佛陀斩 控制李白龙的符咒就这样被批断了 李白龙逐渐恢复一时 并且看到自己电影海报上的时间 他不清楚自己这17年到底在干什么 同时也发现自己感觉不到疼痛 道润让白龙只要乖乖听话就好 那一刻白龙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他一把抓住了道润的符咒 此刻的白龙愤怒地攻击道润 能想到的是阿叶竟然出手相救 他说报仇的滋味并不好也无济于事 应该想想接下来要怎么过才对 但是白龙明显是听不进去的 阿叶赶紧问道润有没有办法 道润说除非有人可以倒败白龙 他自己是已经放弃了 这时安娜给了他一巴掌说 自己的持有灵怎么可以轻易放弃 道润也终于想起有一个人可以 他就是白龙已逝的师父沙问 然后世子安娜就开启了招魂模式 悠悠黄泉闻我生者起 若若蜀朱听我因者来 安娜将沙问的灵直接降到阿叶身上 意外的是沙问的灵是个老头子 更意外的是他竟然躲过了白龙的攻击 沙问看穿了李白龙的招式 并尝试着想点醒这个愤怒的弟子 白龙现在的招式如同小孩打架一般 他已经听不进去任何的劝说 所以沙问也拿出了自己的奥义 这也是他教白龙的最后一招 终于白龙的灵恢复了正常 他向沙问道歉自己的过失 沙问说白龙早已成为世间的英雄 万泰感谢阿叶守护了大家的白龙 看到这里道润准备离开 从这件事情上他发现自己错了 这时白龙叫住了道润 他没有选择和师父一起往生 他还想继续留在人世研究武学 而道润也决定不再用符咒控制白龙 他们两个就这样一起回去了 之后目睹了这一切的阿龙决定 他也要成为通灵人 于是阿龙就来拜阿叶为老大 他的理由有点长大概意思就是 自己知道经常被别人看不起 也时常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心灵没有归宿的他总是彷徨在路上 说完他还很淡定的喝了一杯茶 他从阿叶的争斗中看到男子气概 并觉得成为通灵人才是该做的事情 所以才拜托阿叶收他为弟子 而一旁的阿娜竟然答应了 但是阿龙必须先通过厨艺考验 之后过关的阿龙很开心 万泰他们看出阿娜就是要人做家务 阿龙也十分开心这样的安排 他还为阿娜大姐解释说 这样就有机会可以偷失业老大 不过阿叶一般情况下都在偷懒 另一边道涟家派出幻英过来帮忙 但是道润似乎并不希望他来帮忙 李白龙和幻英的持有灵义害打起来 结果竟然是李白龙处于下风 这时道涟出手阻止 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姐姐而已 之后幻英去完成他的任务 而道润似乎觉得 麻仓叶可以给到人家一个答案 回到阿龙这边他一直在观察阿叶 一天下来他也觉得阿叶过于悠哉 万泰是觉得阿叶已经有变强了 阿叶则看着天边的浮云觉得 能躺在上面睡觉一定很舒服 这时幻英出现攻击他们 阿叶推开身边的人之后自己被困住 阿龙过去帮忙解围才得以挣脱 之后是阿叶占据上风 优海这时使出了分身术 阿弥陀安叫阿叶闭上眼睛用心感受 于是阿叶成功破了分身术 紧接着优海放出麻痹气体 虽然阿龙和万泰受不了倒地 但这对于阿弥陀安而言影响不大 他用真空佛头斩逼得优海跳上空中 这样优海就无法躲避下一盏了 幻英也只能默默离开 而道涟家对于阿叶的攻击还没有结束 一天晚上阿叶和万泰买东西回家 路上他们看到一个雪人 旁边还倒着一个人万泰十分担心 阿叶吐槽他发型好奇怪 这时他们听到这个人肚子在叫 于是阿叶想到一个钓鱼唤醒的办法 就这样那个人醒来并上钩了 所以那个人其实是饿晕的 在阿叶家饱餐一顿之后他放了个屁 阿叶来不及跑所以晕倒了 之后那个人在上厕所的时候 被房子上一代主人模仿武郎吓了一跳 所以他其实也看得到幽灵 那个人的名字叫轰隆轰隆 他还错把万泰当成是可乐乐 轰隆轰隆是住在北方大地的爱奴人 这次因为一件事情必须来东京 但是在来东京之后的一次摆摊中 上完厕所回来的他发现 行李物品全部都不见了 所以才会晕倒在路边 于是阿叶准备收留轰隆轰隆 他们的这个房子以前是民宿来着 不过阿娜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除非轰隆轰隆听话做家务 感觉又多了一个人上当了 在得知阿娜是阿叶未婚妻的时候 轰隆轰隆被受打击 第二天轰隆轰隆一干活就准备偷懒 结果被阿娜抓个正着然后丢出去 霸醒在这个时刻就显得很重要 不过就在没人的时候 轰隆轰隆的眼神突然就变了 但是下一秒他被阿叶吓了一跳 阿叶和万太要带着他去找行李 虽然并没有找到什么 但是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轰隆轰隆 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 他说人类本身应该与自然保持平衡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有平衡 在人类无尽的开采下 大自然的精灵可乐波谷们已无拘所 阿叶他们静静的听着 轰隆轰隆说自己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就是创造一片一望无际的陆叶田地 结果被万太突吵好渺小 但是阿叶却被他的真诚给感动了 隔天阿叶疯狂的使唤轰隆轰隆 还让阿叶他们盯着别让他偷懒 如果偷懒的话 阿叶可是会超必杀的 轰隆轰隆这边也得到了教训 到了晚上阿叶终于说出情况 因为轰隆轰隆是个通灵人 眼看东京通灵者大赛开幕在即 现在来到东京的通灵人不是参赛 就是要先打到别的通灵者 不过即使这样阿叶也觉得他是好人 突然他们发现轰隆轰隆不见了 原来他正在追赶一群僵尸 感难得阿龙以为他们是一伙的 他生气的冲上去结果反被揍 还好轰隆轰隆几时救了阿龙一命 在确认了不是敌人之后 阿叶和阿弥陀也加入战局 轰隆轰隆的持有灵是精灵可乐乐 他确实长得很像万太 可乐乐是附身于滑雪版战斗的 最后在轰隆轰隆的满汉冰雹之下 对手终于被打败了 结束之后轰隆轰隆以为连累了阿叶 因为他以为是这群僵尸偷他的行李 他来东京也是参加通灵人大赛 他认为有人偷他行李是要阻止他 接着他就发现了这群僵尸很可疑 于是就一路跟踪到阿叶这边 盯了几天二晕了就有了之后的事情 不过我们都知道那些人是到连家的 所以被连累的是轰隆轰隆 而他的行李其实是被警察拿走了 看来那个地方不允许摆地摊 接着轰隆轰隆与阿叶约定 通灵人大赛那天再见就走了 不过回家的时候他们又见面了 主要还是没地方去 所以先暂住吧 我是全书 越来越多的通灵人出现了 木刀之龙到底能不能成为通灵人呢 下期来看六百年的恩怨被春雨浇灭 东京通灵人大战即将开始 我们下期见